9月11日 网传林青霞可能患上了阿兹海默镇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此前林青霞参加一个阿兹海默镇的活动 并且还为这个活动做了宣传 让人感到很奇怪 因为林青霞以前参加的活动都是跟品牌有关的 而这次却突然参加了一个跟老年痴呆有关的活动 并且还主动分享给大家看 这让人疑惑 林青霞虽然年纪大了 但感觉他不应该跟老年痴呆扯上关系 更何况还是他自己公开这件事情 让人感到很困惑 画面中林青霞穿着蓝衬衫 戴着帽子 画着精致的妆容 但是他的眼神却显得空洞 当然阿兹海默镇也有轻重之分 最初只是记忆力下降 并没有其他明显的症状 如果林青霞真的得了这个病 那么他现在应该还只是轻度的阶段 但是阿兹海默镇是无法治愈的 并且没有有效的干预方法 所以林青霞参加这个活动 也不一定就说明他一定得了这个病 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证实 毕竟只是媒体的报道而已 如今林青霞被报换阿兹海默镇 对此你怎么看呢